2023年是918事变爆发92周年 9月18日 社会各界人士齐聚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 在残力碑广场举行勿望918壮中明景仪式 1931年9月18日夜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序幕自此拉开 为了铭记这一历史时刻 自2005年起 每年的9月18日9018分 14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将共同担任壮中人 敲响警示中14下 并同时拉响防空警报 警示世人勿望过耻 14生终生寓意着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 作为2023年的壮中人之一 来自上云小学六年级的何嘉兴同学思绪万千 918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 民族的屈辱和苦难 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强大 要奋斗 千万英烈 共赴国难 何其卫壮 何其伟大 与何嘉兴相同 作为代表辽宁省所有学生发言的曲建真 在一日结束后 他的心情依旧难以平复 我们要牢记抗战精神 牢记历史 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我们是时代的青年 要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 激荡起民族复兴的全新浪潮 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 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我们时刻准备着